今年是兔年 那麼這家西班牙的知名服飾呢 為了強搭中國風 推出了一款T恤 但恐怕是設計師是外國人 不懂中文 所以把兔子的兔 少了一點 變成了免費的免 這款應景T恤 現在變成了一款爆笑T恤 少一點了 兔字中文就寫錯了 應該是有點奇怪了 應該寫什麼 兔 連小朋友都知道真的有夠糗 西班牙大品牌迎接兔年 在衣服上面繞中文 卻繞到一個大烏龍 兩隻可愛的兔子在上頭 不過下面的兔字 卻少了一點 變成了免字 這這這這 真是故意設計的 還是讓你來找茬 原來是老外看不懂中文 出包了 不過大家也別笑得太開心 因為MIT的衣服 落英文出錯的更是不少 走一趟我分布 我們發現呢 有衣服印錯字的 還真不少 像這個就是其中一件 Maybe Not 對不對 不過有沒有覺得字怪怪的呢 沒有錯 Y不見了 來看看Maybe Not 怪了 Y怎麼落跑了 變成馬跑出來了 還有喝茶 怎麼變成喝T恤呢 講錯就錯啦 可能不仔細看 還不覺得怪 不過這件就有看沒有懂了 原來英文是整篇都印反了 但可別以為 只有寫英文會出包哦 這日文也有錯 還是藝人團體 Circus出的潮梯 想要秀一下日文 印上字摸 不過A 卻寫成了C摸 天啊 可別穿到日本去 不然真的有夠糗 國字比較沒有 英文 英文有 像是 其實少一個字母 要炫耀一下 語文能力 可能得多查查 不然穿到國外去 恐怕讓人家笑掉大牙 還以為人家在說自己很帥氣 中天新聞 夏俊成王菊金 怎麼報導